我們全都會抵抗資訊 在敘利亞精銳部隊 在武裝直升機和坦克的支持下 奪取了北部一個叛亂城市的控制權 在利比亞 忠於領導人卡薩菲的軍隊和反政府武裝 在這個戰亂國家各地再次發生戰鬥 在伊拉克 一宗自殺炸彈襲擊 在南部城市巴士拉炸死5個人 炸傷至少15個人 在印度 數以百計的記者走上盲埋街頭 抗議一個著名罪案記者被殺害 盲格拉國反政府罷工進入第二天 土耳其執政黨在星期日的議會選舉當中 贏得壓倒勝的勝利